陈女士说 后来看中一套房子 和中介确认了租金租期等细节 陈女士提供了一段聊天记录 中介先发来一段文字 提到租金2000块钱 租期12个月 陈女士强调 租期到6月底就可以 中介回复 房东要求年租 租不满可以转租 转租成功可以退押金 陈女士再次确认 转租不成功就不能退押金了吗 中介回复能退的 也跟我表达了 房东是接受我的这些诉求的 那双方就见面签订了合同 陈女士说 所有的细节都是和中介谈的 她和房东签合同时 双方没有过多交流 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聊关于租期的 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双方都是 一直都是通过中介在沟通 那我们两个事先是没有任何联系 我们过程可能10分钟左右吧 合同上显示租金2000 押金2000 按季度付房租 租期从4月1号到10月1号 陈女士说 当时一共给房东转了8000块钱 中介费由房东承担 到了6月底 她要搬走了 向房东提出退押金 陈女士现场联系房东 电话没有打通 她和房东的聊天记录显示 房东说自己给了中介费1200块钱 是让中介出租一年 找到这家位于京华永康市 皇城一街的运长安家租房门店 工作人员帮忙联系上了跟陈女士对接的顾经理 对方表示 这套房子 她是帮同事的家人出租的 她那时候说她要租三个月 我说我们这边三个月合同是肯定写不了的 她就跟那个房东反正写了 因为是他们自己签的 不是跟我没关系 我也没签 而且记录上面 我有明确说 出满三个季度 我马上退钱给你吗 没有啊 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的 合同上面怎么写的 我们是有法律程序的 那你有没有把她只想 都三个月这个信息告知到房东 传了给房东 但是她跟房东怎么沟通的 我不知道呀 他们自己沟通好 签了半年 你又扯到我这里三个月有什么用呢 顾经理表示 她已经把自己获得的部分佣金退给了房东 因为这个事情你自己也有责任 房东也有责任 对不对 我们也有责任 我已经把佣金退回去了 所以我的责任已经归还给她了 又销了公司 我只拿到500 500又退回去200 我只拿300 作为一个季度 我拿一个月100块钱 难道我不应该吗 跟我没关系啊 不要扯伤我 记者后来联系上了房东朱女士 一直都说的是一年的 她肯定没有跟我说过 我连她微信都没有 她全程是跟我嫂子沟通的 租客跟我签合同的时候 我跟她要签一年的时候 她跟我说 嫌一年太久了 再说在最后才签了半年 但是她全程没有跟我说 她只租三个月 1100按一年的点收到 不止损失了中介费 然后我还损失了九个月的房租 店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会将情况上报公司 几方再继续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都要去了 她还损失了 我去看到了 Wrap